各位晚安 不是,应该是早晨 这段投资影音分析 讲股市后分析 讲题是全期严重超卖 何时谷底反弹 本来是昨晚录的 怎知了呢 发生了一件事 昨晚11点到现在 凌晨12点32分 超过一个半钟 我打电话去中国银行 UnionPay信用卡公司 报失信用卡 到现在还没有人听 那我就 跟大家录下这段音 电话在旁边听着 有没有人回应我 好了 都要取消了 央银行有没有搞错 过半钟后报失信用卡 现在还没有人听我的电话 我已经打了三个电话 包括一个 Premium account OK 先看看 我们集中看的是科技史数 科技史数由于有30只成份股 现在占了恒生指数 里面有很多 因为很多 最大市值的股份 都是科技股 我们看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 当然是差劣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都是利淡 RSI和五天平均线 都是低于50 STC 继续是 %K 在极度超卖区里面 %D 亦都在超卖区里面 MACD 没有迹象发出 这个红牛买入讯号 所以 唯一希望 就等 STC 正式发出 这个买入讯号 即是说 %K 升破%D %K 带着%D 回到10上面 有两条线 攜手扬升 这就有一个 起码短期反弹出现 现在 科技指数最低 昨天应该说 应该过了12点 3733 3.82 看上去 一级低于一级 都是完全不漂亮的 看看 那么多的指数 首先恒生指数跌了1.79% 国企指数2.16% 博企指数3.03% 跌的股票数目 远比升的股票数目多 其他指数 全部跌 除了能源业 即恒生 综合行业指数 升了1.25% 之外 其他都是跌的 跌幅最大的 都是不够3% 2% 过外很多 最多是 工业2.794% 然后非必须性消费业 2.24% 医疗保健业 2.56% 地产建筑业 2.010% 资讯科技业 2.80% 这个更多 原来更多 刚才说的工业 少少 很差 港股收资时 美资期货报 3.78.50 跌了0.761% 生物指数 全部表现得 比美股差 呈现 较合理值 偏低 01% 至1.87% 不等 恒生指数最高 见过 18639 之后 等到合理值 就 落回来 最低是 18434 以接近全 最低位 收市 18434 咦 由到第1个 即使重要支持位 那就是 偏淡 波幅不大 不过都是偏淡 科技指数的主动买股比率 整体 主动买股比率 51.49 数货和7货 差不多了 资金正主动买入 6.1亿9千万 不佔总成交加 1% 多一点 亦都没有 特别的启示 我们不看散户 散户 不看整体 我们去看看 职业炒家 就数到 2点多 然后就不数了 这个反而蓝色的普通大户 去到3.3之后 就数了一下 同时看到特大户 和这个超级大户 这个不是 这个超级大户 就有些側货的情况出现 科技股继续收压 33%的业务里面 升的板块就少了 跌的成交多 通常是立头十位算 A3 4 5 6 7 8 9 10 OK 看看吧 跌1% 就有了 远近服务业 医疗保健业 汽车业 地产业 远输业 保险业 很多 说到这个 工业也是 资讯科技 汽材业也是 资金准主动买入 没错 多一些 在低位级 有很多人数货 包括医疗保健业 4.255 万 够3亿 地产 3.118 万 其他都 3.958 万 蛇油及天然 汽业 其他都不够3亿 而资金准主动卖出 就不够3亿 看科技指数 成份股 只有30只 我们就看 成交金最多的头10只 最多是 46亿 腾讯 跟着阿里巴巴尔美团 阿里巴巴尔美团 分别是 31亿 和26亿 成交 头10位全部跌 第11位中芯国际 就升了 升了0.244% 收市位 是高的加权平均价 可惜主动买股比率 并不配合上升动力 48.52 而头10只跌幅 够5% 最显眼一只 信用工学科技2382 跌了10.507% 收市位 是低了加权平均价格 较多 剩85.1 52周新低位 主动买股比率又不超 55.45 即是85.1 前边都有数货 量比较3倍 3.393倍 增持激烈 好大星星方方方 看看 看看有没有 主动买股比率 多的 看看这两只 剩52周新低 腾讯 286元 收市位286元 跌了2.52% 低个加权平均价格 主动买股比率 未算配合下跌动力 而另一只 是 信用工学科技 刚才说了 另一只 小米 1810 跌了2.888% 收市位 低个加权平均价格 主动买股比率 55.45 即是 不配合下跌动力 9.71 前边都有数货的情况 放入专业平均价格分析表 表现最好的 小鹏汽车 第2位 是 不是 不是最好的 对不起 没有最好的 全部都是负的 加权升跌动力 所以不用看了 全部都是负 不是最好的 相对地 10只之中 没有那么参与 和合理值相比 10只都是 跑输的 跑输的 最多的是 信用工学科技 10.56% 其他没有足够5% 没有的 在我中线正硬榜里面 全部都不是 理想头 之对象 最棒的 都要150位之中 排第90位美团 叫做相对地 没那么差 死不死 不过 总会回升 市 只要在跌的时候 没有迹象的时候 不要入市 买着其他 昨日收市时 短线 我连续两个交易 短线 不要做 市 跌下去 虽然它真的有 可能是回升 但最后这个可能 还未出现 不买着是对的 我们不应急 应急一时 头三位 说起来 前日 应该说 前日收市是 太古A 金沙中国 国泰航空 表现最好的 短线 不过 我们不买着 昨日收市 头三位 太古A 国泰航空 九龙仓集团 但都是不买着 除非今天的市况 今天 指望显著算好 图表形势 否则短线投机 都不要做着 最后 说快一点 因为我怕电话 有人接 真是挺惨的 说什么呢 就看 刚才 短线 波记指数 看中线 中线就连续 暂时 第四个交易周跌市 都是阴烛 五个 主期数分析指标 全部都是利淡 包括 上个星期 已经发出了 霜雄观讯 好 什么事 就不行了 低位 昨天最低 最低见过 3722 不是 这个期货 转回 转回 指数 看了指数 期货 按错了 看指标有没有不同 都没有 一样 指标都是 最低见过 3737.32 跟这个低位比较 嗯 这个低位是 3755.89 跌低过 下个位就要看这个 3463.44 要不要看这么多呢 看看 美国 公布议息之后 美股如何走 议息结果 最后看月线 月线图 今个月 到现在为止 又是一支 长生却音速 指标 五个都全部利淡 没什么好看 这个位置不要失手 3463.44 如果失手埋 这个是3492 高一点的就不好看 如果失手埋 这个 哎呀 真是325 3.45 真是 有一句 希望不用 反弹的阻力 最大长期 当然是这个高位 5137.77 长期 中期 这个 就是5137.77 中期就应该看5133.77 跌回来的 弹的0.382倍 0.5倍 0.618倍的量 量度升幅目标 我不跟你量度 因为我都 不敢说 3733.82 已经是 见底 中期 本来 这一两天有机会 喘升 但他这样的势头 哎呀真是 不敢不看好 唯有等 等机会 好吗 这段 投资金分析 讲得短些 好眼睡 好 多谢各位收听 我未能睡 还等个电话 明天见 那